最近的話我們要說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大家最喜歡的一個 這一些 好不好我要先說一下 這一次的話真的沒想到這麼快這麼快 就可以推出第一彈抽手包 但是有一說意啊 畢竟這次的陀螺整體也玩起來 比較進擊性比較運動性一點嘛 所以呢損壞程度當然也是會有 想必應該是有一些人會跟我一樣 有些零件進去有點需要維修啦 所以呢剛好這次的抽手包 可以幫你做到一些大幅度的零件的 維護跟一些更新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很棒 這一次官方超級大方 我要先說 基本上你們看到123456嘛 他們已經把6顆全部通通都寄來了 哇沒想到也有這一天啊 好爽啊我的天啊 終於有機會可以在第一次人收到時 馬上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無論是兩年前的我還是現在的我 我覺得收到這個我一定都超級開心 可是呢跟大家說一下 外盒的話我們可能明天才會講 好不好 因為呢今天的話剛收到嘛 所以呢我想要快速的幫大家開箱一下 所以呢我們現在講一下 它這一次的一個特色的能力數值 這個大家應該是比較好奇 畢竟是完全新貴的部分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凶猛鯊魚啊 它的主打是超低移動 變成超低重心的一個打擊 欸我真的直接殺你 這個已經超級可怕了 終於是這個東西啊 這個比以往的F軸還要再低一咪咪 所以基本上就是超低重心的F軸 好我們現在講完這次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本身的內部結掛 這樣看完之後才可以幫大家做更清楚的一個結論 X 這個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絞殺風起的一個全部零件 我要先說我剛才在開箱過之後 我覺得它零件超級美 全部都採用紫色我超級喜歡的 開箱過之後也發現 他們有偷偷在削弱一些東西 被我抓到 在講這之前我們先來看它每個零件 基本上這一次的這個鯊魚啊 超帥 我本來想說啊這個全鐵的可能會有些人覺得不夠華麗 欸這個夠華麗吧 它這個是兩條鯊魚在盤旋啊 然後變成這邊的話還有鯊魚 呼吸用那個篩啊 鯊魚的鋸齒 它這個徽章這邊啊 它中心是使用紅色的 紅色的話可以帶有點血性的感覺 我覺得是無愧對於戰鬥圖一直以來 超漂亮的一個審美風格 它其實設計的感覺給我有點像是 偏有點半防禦型的感覺 沒有像我們的蒼龍神經這麼的誇張 四個打點啊 一二三四這樣子啊 但是有個確認就是 你會發現它的設計凹槽 最主要影響點是暴走跟擊飛的部分 因為呢打下去如果是在這邊的話 兩邊刃的部分全部打到這邊的話 會整個暴力的彈開 所以呢有機會會撞到周圍的齒輪 迴旋力可能會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呢總共來講 這顆的暴走率啊 跟擊飛率會有一點點偏高啊 這算是比較小遺憾的地方 但是遐不野餘啊遐不野餘 畢竟它是攻擊型嘛 總是要把它設計一些弱點在 又防禦又攻擊 非常優秀一顆圖 中間這邊的標誌啊 有沒有就是一個大大的鯊魚啊 哇好Q喔 它的背後步伐差不多長這樣 第二個零件啊 超優秀的360啊 哇360終於又補了好不好 這一次全線軸心啊 LF軸啊 我要先說一下 LF軸其實它這邊的話 是真的有把長度給縮短 挖的這些其實會有一些輕量化的作用 所以呢這個軸心要去稍微做一些輕量化 然後呢第二個點就是 沒有辦法做改動嘛 所以他們這次的話設計上 你會發現它有做一些削弱 為什麼我講削弱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個人覺得全屏當作軸心中間有挖洞 所以呢可以跑出一些 比較特殊沒畫的一個形狀啊 可是呢這個話 他正式要叫你去衝擊周圍那個邊框 然後進行一個AXSOLID FINISH 所以呢 因人而異啦 我個人覺得可以更常利用 本身的一個齒輪機能 但是呢取得帶就是 你可能沒有辦法打出去 比較漂亮的一個梅花這樣子 畢竟這遊戲講求一些平衡啦 我覺得他們這次的平衡都做得還不錯 每當有一個強大的優點時 就會有一個比較弱向的地方出現 它這個底盤比較啊 你會發現真的是短了一點點啊 不要小看 這個短了一點點是差很多 好吧 OK 我們把它攪完之後呢 裝上去 這樣子下半部分就完成 轉過來之後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鯊魚啊 哇 超級美好不好 這樣每個頭都好漂亮 我好捨不得打啊 X 來各位 剛開場的時候 我們來測一下我們這顆鯊魚 它本身的一個基礎軌甲 因為我真的好好奇 全屏用超低的全層 它大概長怎樣 感覺應該會瘋狂的 一直接周圍的一個齒輪啊 3 2 1 GO 不得不耍 光束秒機啊 我太傻眼了 3 2 1 GO 直接接 過完 全屏真的是直接跑去啊 所以它這個的軌跡 可能會稍微固定一點 好吧 這個可能就真的是要拿來設計成 專門用來對付一些 防御型持久型用的 特化用軸 它的軌跡 真的比較沒有辦法控制 就算我斜的打 它也沒辦法在東邊打一個中板 而是拼命往周圍去串 所以呢 這個軸型啊 持久力可謂是0 但是呢 可以充分百分之百發揮 它本身這個場地的一個特性 X 第一站大家已經最好奇這兩卡 畢竟這兩卡是現在目前最新啦 鯊魚對上我們的一個長槍啦 超高對超低啊 這樣大致上大家應該就會知道 哪個是比較強悍的 3 2 1 GO 剛下場人就沒了 好不好 這個高低差 他應該大致顯得意見的哈 X3 2 1 GO 哇一次都沒力了 啊 OK 從這一局就可以充分驗證一個點 就是第一下扛住應該這局是穩的 結果沒想到因為高低差問題啊 他們一來一往差0.2 所以那0.2會讓他瘋狂攻擊他下盤 導致最後直接爆力 我們的長槍是被秒殺的狀態 X 來見長槍不行 那用盾來進一個測試啊 畢竟這顆都拿來打了嘛 那我們就使用我們上次這個超強的 王者之盾對上我們的鯊魚啊 基本上都是屬於原裝配置 我將給大家講一下 3 2 1 GO 哇我們的盾好猛啊 我的天啊 欸 他這樣每一下都是踩上斜面的方式去防御啊 等一下有點危險 OK 無愧對於黃金之盾 X 3 2 1 GO 這就是我們現在立宗的一個缺點 就是等於是當一個戰窗給人家打 X 3 2 1 GO 100%發動能力的一個陀螺啊 100%的擊飛率啊 X 那我們來一點精彩 蒼龍神劍對上我們的鯊魚 3 2 1 GO 喔壓低之後我們現在就可以開開 哇這個是平手 傻眼 X 3 2 1 GO 哇天啊 哇 鯊魚好恐怖啊 欸有沒有 開始短板出現了短板出現了 這個走進去短板 基本上前兩三下的時候呢 後面就盡量沒力了 X 3 2 1 GO X 3 2 1 GO 哇 這扛不來欸 OKOK 基本上 OK 基本上這可以確定啦 他的持久力近乎為0啦 真是為這個能力而生的啦 所以那只要我們前面只要擋住 能回來 就有機會 X 3 2 1 GO 喔喔喔喔喔 兩個一模一樣 喔喔喔 會打會打啊 完了 X 3 2 1 GO 喔喔喔喔喔 完了我們剛才被兩次齒輪削弱 但是還有機會 有啦 X 3 2 1 GO 喔喔喔喔喔 想目前兩邊的損耗程度都蠻高的 喔喔喔喔 OK 有沒有 只要能抗出擊敗 抗出爆裂 其實基本上他是不難對付的 X 這一組絕對是我會覺得最慘烈的一局 惡魔紅顏對上我們的鯊魚 3 2 1 GO 喔喔喔 一開場 哇 喔 好兇喔 一槍直接就把人家困住了 X 3 2 1 GO OKOK 喔喔喔喔喔 喔很精彩欸 但是踢軸稍微強勢一點 因為踢軸後期的話是有一些持久力在 X 3 2 1 GO 惡魔紅顏 平天地 好大聲 哇 BURST BURST 好扯喔 我的天啊 X 3 2 1 GO 好大聲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回啊 欸 完全沒想到欸 整體人就是 每一下剛好都被我們的惡魔紅顏直接接住啊 然後後續的話 他自己飛出去這樣子 X 最後一戰 這個算是我個人最擔心的一戰 我們的射手對上我們的鯊魚啊 3,2,1,GO 每一下都很猛 但真的都會防住耶 X,3,2,1,GO X,3,2,1,GO 哇,可惜這局沒有跑起來 完了 哇,I can't stop it,finish 我以為說,啊,要涼了,要涼了,結果,OK X,3,2,1,GO 一戰場就來個猛擊 但是又被擋住了 現在目前下盤一直攻擊,可是沒有用 X,3,2,1,GO 打破了,最後一擊 X 好,各位,以上就是我們這隻 千網鯊魚的一個完整開箱 超直尾票價,如果你很喜歡攻擊,請問 因為呢,我們上次看嘛 盾牌的話,它擁有吸震能力嘛 然後呢,其他客的話,都是應對各自形狀 然後做一些基礎的強化 這一顆的上盤也是啊 但是它的重點,絕對是在那一顆 非常非常誇張的 LF 軸型 LF 搭配360,真是太扯了好不好 基本上一下場,直接接盤 然後馬上衝過去 前兩下沒有挺過去 基本上就是500%會爆裂好不好 所以呢,這一顆可以稱之一秒鐘的一個 終極爆發脫爐 真的是超級扯的好不好 我真的直接傻眼啦 這個話其實變相講,也算是一個 專門為了場地特化型的軸型啦 雖然說它的持久力近乎為0 可是它一下子就直接進入爆發狀態 所以呢,我覺得如果假設你很喜歡攻擊型的話 這個絕對是超級無敵手選好不好 一定是要抽的 好,所以呢,以上就是我們這顆 鯊魚的一個完整的開箱 屆時上市之後呢,也歡迎大家去抽抽看 我個人覺得這顆500%是覺得要必入 好,所以呢,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一個戰鬥陀螺的 親王的一個完整的開箱 如果喜歡的錢包在這邊的小姐 吧